Hello 各位YouTube上面的同学们你们好 今天是3月12号星期六 今天这个视频的讲解呢 其实我想录很久的了 它是关系到10天前3月2号 我们很多马来西亚人很关注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大马公积金局 EPF终于宣布了去年2021年的全联派息 6.1% 6.1%的股息 那作为EPF会员的我们呢 肯定是高兴的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 可能很多的EPF会员们呢 都从来没有算过的 就是假设每一年EPF能给我们 保持6%这样子的投资回报率啊 那未来10年20年之后 你跟我这样子的会员 能不能够靠EPF达到我们的财务自主呢 啊对吗 这一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and当然第二个就是如果我想加快这个财务自主降临的时间 我想提早退休哦 那我又可以怎么样做来提升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呢 对吗 还有最后一个有一个坑要填的 就是在上一条的视频 陈建老师跟大家做出这个1000万views的感言的时候呢 就有讲到那我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fulltime trader 我现在用价值投资的方法是怎么样将之前失去了的时间 追回来的呢 跟我们今天这个EPF的投资回报率的讨论呢 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我相信我们这个视频的讨论 每一位的EPF member或者马来西亚的打工族的朋友呢 都一定会有所启发的 那么大家要怎么做啊 当然就是点赞订阅加分享呢 因为你们越support陈建老师的youtube channel这边呢 我们就会越努力的给大家制作更多的高质量的内容 好吗那请大家记得subscribe了哦 接下来我们的视频讲解正式开始 那第一点 我觉得针对2021年我们大马公积金局全年给我们会员的这个派息呢 我觉得我们是需要给他一个点赞跟认可的 因为回顾一下我们大马公积金局过去十多年的回酬表现 在这张统计图表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年份大马公积金局的回报率 都能够保持在每年6%以上的 年2008年的金融海销呢 它也有保持在4.5%的 那这个数字 首先它就比我们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来的高 而且高相当多对吗 所以呢 EPF的表现呢 对于我们会员们来讲呢 是属于有个交代的了 但是当然呢 回到我们这个视频探讨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啊 那6%假设你可以保持未来10年20年 假如你是一个刚好30岁左右的大马打工一族 你也是EPF的会员 那么未来到你60岁退休这30年 我们就靠公积金局这样子的6%一年的回酬 能够给你带来多大笔的退休金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给大家假设一下好不好 来各位同学 我给大家用一下我们的Value Farm手机应用里面的这个叫做Financial Calculator 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 假设一个30岁的大马打工一族公积金的会员 他现在已经有50千的这个资金 在他的公积金户头里面 如果他现在每一个月的薪水都扣除500块 放进去他的公积金户头里面 那么每一年保持6%的投资回报率 未来过多20年到他50岁的时候 一共会有多大的资金呢 哇嗨 都不小哦 这笔公积金的投资的市值啊 是可以增长到381千的 那这个数字真的不算小了 如果我们将这个6%的滚动时间啊 维持30年也就是到60岁退休的年龄 那这笔钱呢就会再变大 变成760多千 哇 那这个数字 我们必须要承认啊 对普通的打工一族来讲 这个700多千绝对不是一笔小数字了 对吗 但是如果你说要很有尊严的退休 那感觉上啊 好像还不太够哦 大家同意吗 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提早退休的话呢 那看来我们要做多一点事情 才能够将这个目标实现了哦 对吗 那好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族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阶段的讨论了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呢 EPF公积金局它有在马来西亚国内也有在国外投资的 而无论国内国外投资呢 EPF其实都有一部分的资金呢 是投资在股票市场上面的 我们不难从EPF的网站里面看到啊 马来西亚的公积金局持有的本地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啊 有些公司呢是可以持有超过50%的哦 而其中一个很多马来西亚人一定认识的公司啊 排名第20名的就是我们的Maybank了 对了 马来亚银行 哇原来马来亚银行有14.1%的股权了 是由EPF持有助的哦 那么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EPF是很多我们马来西亚股市里面 本地的大型蓝筹公司的大股东来的 所以这些蓝筹公司的股价表现跟派息表现呢 就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每一年的EPF的收入了 那我这里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据啊 想给大家show一下的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EPF重磅持有的这个股票 Maybank 如果我们做一个过去10年的统计 也就是说我们假如从2012年的2月份 当时候的股价 Maybank大概在5块1 那到现在 2022年的3月 股价在8块9毛1 那刚好10年时间啊对吗 从5块1升到8块9毛1 它每一年的平均回报率是多少呢 那我们就用一下一个网站的 CAGR Calculator 的复合增长率啊 我们就输入2012年2月中的时候 Maybank的股价当时候5块1毛1对吗 然后呢 现在最新的价钱8块9毛1 然后一共用了10年的时间 获得这个成长 然后我们现在算一下 Maybank的股票 给我们投资者每一年的复合增长率呢 也可以去到5.72% 算是接近6%每一年的复合增长 那透过这一点 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EPF可以稳稳吃米粉的 做到每一年大概6%左右的回报了 那也就是说啊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打工一族朋友们 或者已经成家立市的朋友们 你从家庭投资理财的角度去考虑啊 如果你自己想做出跟EPF 差不多的投资回报率啊 投资像Maybank这样子的好公司的股票 用定期定额的方法买入 就好像你每个月扣除你的薪水 去还EPF这样子 每个月你存一点钱 买入Maybank的股票 好像存钱这样子 但是我们不是存在Maybank的FD 而是存在Maybank的股票身上 那这个叫做存股的概念嘛 对吗 不过当然了 如果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来做我们的 second EPF account的话呢 我们的目标就肯定是要超越EPF的6%的年回酬啦 那么大家想不想知道用什么样的做法可以有机会超越EPF的回酬 追求每一年10% 10%的年投资回报率呢 想知道的话同学们要做什么事情啊 点赞了没有啊 订阅了没有啊 我们继续讲下去啊 那我们不贪心 每一年我们的投资回报率的目标是设定在10% 其实像刚刚Maybank这样子的例子 为什么Maybank过去10年 可以给我们长期的保持在5点多巴仙的回报率呢 很简单 因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的GDP国内生产种植 就是平均每一年保持在4到5%左右的经济增长 而Maybank作为我们马来西亚最大的银行 那它的成长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种植的成长 成正比或者月当 那这个东西我们不难理解嘛 But我也有听到一些投资者跟我说 老师我两年前2020年买入Maybank 当时股价在6块多7块钱左右 现在你刚刚算的这个价钱差不多9块钱了 我这两年的回报率啊 已经有30%30%哦 so它算起来每一年啊 其实有十几%的return哦 那它到底做对了什么事情 大家可以看看在这边 它做对的东西就是在2020年 这一个疫情影响我们大马经济跟股市的期间 它趁低买入了Maybank 所以它做对的东西是在这个好公司身上出现 Discount股价给你打折的时候 去累积去买入 而做到它的投资回报率 比Maybank过去10年平均5.7%每一年的复合增长率 来得高的关键所在了 所以如果我们想追求这个财务自主跟提早退休 我们可以像供EPF这样子每个月存钱来打造我们自己的股票储蓄的投资组合 而你要存的股票就要找像Maybank这样子 生意稳定派息稳定的好公司 然后趁它打折Discount的时候去收它的票 我们就有机会抓到每一年10%的投资回报率了 那当然不止这样子 你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你能够在我们大马股市里面找到一些上市公司 它出现的每一年的增长率 比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比GDP来得高 如果你定期买入这些公司的股票呢 也可以令到你的平均回报率在未来呢 得到有效的提升 当然这两种做法里面呢 找好公司便宜的时候买入呢 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陈建老师我这边的YouTube视频呢 也有不少这些相关联的讨论 关于我们如何可以找到对标Maybank这样子的好公司的 包括它过去五年的ROE稳不稳定啊 派息率啊 以及你是不是在这些公司的price to book 五年中位数以下打折的时候慢慢买入 有关系的 so听到这边各位同学 陈建老师也要坦白的告诉你们 我也是正在执行类似的计划 帮我自己将过去十年 浪费在那些进进出出的交易的时间 追回来的关键策略了 是的我不单止正在执行这样子的策略 而且我还可以预计我自己会在多少年之后 达到基本的财务自主状态 and我可以考虑提早退休 哇真的还是假的陈建老师 当然是真的 我给大家用我的value farm app来演示一下 我心中的目标计划好吗 来 假设我有一个投资组合里面有100千的资金 正在进行着类似每个月供EPF这样子的 定期储蓄投资计划 如果我每一个月可以commit5000块钱的额外储蓄 好像EPF的top up这样子 加进去我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 就买像刚刚我跟你们讲解的 能够对标Maybank的这些好公司的股票 而且在他打折的时候慢慢买入 平均争取10%一年的投资回报 那么我需要多少年的时间呢 假设我在这边给大家算一算 如果在10年的时间 投资组合就能够变成1.2个million 你没看错是120万 我们的这个资金增长曲线是这样子的 and我们也可以看到 每一年我们的资金增长的这个速度变化 大家不难发现在我们这样子的储蓄计划进行里面呢 我们能够存到100千或者跨越每一个100千的速度 他所需要用的时间呢 其实是越来越短的 那其实这个就是负利率的威力了 所以各位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各位EPF member们 你们可能本身不一定有在投资股票 but you like it or not EPF已经帮你们间接的投资在股市里面了 so 经过我们刚刚的讲解 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你自己或者跟你的老婆跟你的老公 有计划的做类似的定期存股的理财计划 不要随便冒风险 人云亦云的去买那些危险的公司 专门盯那些基本面稳定派息稳定的公司 and等他们便宜的时候 你每个月去收他们的股票 你就会逐渐的储蓄得到一个 Portfolio of undervalued stocks 然后这些公司的股票给你派息 那如果陈建老师我的那个目标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面 我可能就已经能够拥有一百万的 储蓄得到的股票金额 and这些公司的股票还会每一年 甚至每个季度给我分dividend的哦 如果我能够在这些公司身上 获得8个percent的dividend每一年 那我在讲着的就是每一年的被动收入 股息啊我不用做 公司都会分给我的被动收入 可以去到80甚至100千 哇到六位数字的被动收入出现的时候 我处于12个月每一个月就已经可以 达点我的各项生活所需 那么财务自主跟提早退休 这个fire运动所提倡的境界 是可以in control的achieve得到的 那么我希望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 是对每一位马来西亚的打工一族 尤其是EPF的member们呢 是有所启发的 and还有一点最后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定期存股储蓄型的投资做法里面呢 在市场下跌 好公司的股票越来越低的时候 你买住下做出来的效果呢 是会比你在好行情的时候越升越高 你越买越贵 哎那个在市场下跌的时候 去收好公司的股票的做法呢 会获得更加高的平均负荷增长率 所以有些朋友担心的这个2022年 全世界的股市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 又俄罗斯乌克兰打仗又供应链有问题 又通货膨胀严重之类的这些影响底下呢 其实2022年对于价值型的投资者 像陈建老师我自己的其中一种投资策略 我认为这样子的行情反而会给我自己的做法 带来更好的投资回报旅听 不知道看完这个视频过后的同学们 你们又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我们下方的留言区 告诉我你们怎么想的 今天我们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千万不要忘记点赞分享 以及订阅陈建老师的YouTube channel啊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拜拜